各位善人者,各位善女人, 大家奉長。 今天是佛妻的第六天。 大家共去一堂,共修《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主是講的《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 《念佛三昧》是高超一切的三昧。 所以大家能夠在一起念佛,這是非常殊勝的因緣。 尤其有一些年紀大的老菩薩、老居士, 七、八十歲,願意來參加水洗。 也是很難得。 當時有一些小菩薩、很小的在山上也能夠一起共修。 這都是非常有善根。 今天跟大家講一講《華眼睛》, 《華眼睛》。 《華眼睛》裡面提到呢, 《善財》同職五十三昧。 《華眼睛》裡面提到呢, 《善財》同職五十三昧。 《華眼睛》, 《華眼睛》將樂球除了耶穌乘izhoues。 所以這個時代人王非常重要 一般所有男性到的法門的道場 或是我們進入東的道場、傳宗的道場 他們都非常重視普選時代人王 基本上早課都是要稱頌時代人王的題目 對於每一個願的題目標題 有的道場我聽說每一個願都是拜一拜 可見對於時代人王的重視 所以這個華雁堅講的 諾欲成就如來功德 因修十種廣大恨願 就是我們要成就無上菩提 就是要修這十個大願 這個華雁堅普吉喀欲行最後也提到說 四人裏面忠實最後插挪 一切諸根喜之散懷 一切情屬虛之涉離 一切偉失虛之退之 浮向大臣功臣內外 向華車身珍寶福障 如是一切無負相隨 唯一一切願望不相捨離 其於一切實引導其起源 一刹路中既得往生極樂世界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講到我們能夠修十大願望呢 這個十大願望在靈命中能夠引導我們趨向於極樂淨土 那麼意思功德呢 幫助我們往生到阿彌陀佛 我們這個大殿裡面呢 左右總共有十根柱子上面呢 我們就這個十大願望的這個 每個用的標題都是上面 我們就一一的跟大家簡單介紹這個十大願望呢 這個十大願望呢 總共就是十個願 一者旅經主佛 而是陳真如來 三者廣修供樣 四者懺悔義仗 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勤戰法輪 七者切佛住世 八者藏水佛學 九者狠順中生 四者扑切迴向 我們先講第一個願 禮敬祝福願 禮敬祝福 這個禮敬祝福 當然就是 一的生意 生意來講的 一個福祉 應該要經常禮拜 十方祝福 十方祝福 那麼禮拜的當下的內心 要恭恭敬敬的禮拜 十方祝福 那麼禮拜的當下的內心要恭恭敬敬的禮拜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 作為 所禮拜的 所禮拜的 這個 這個 佛 那麼 能禮拜的 就是我們全 這個 有露的五韻神心 那麼 這個 一直 這個身體 來禮拜阿彌陀佛 那麼 那求聖阿彌陀佛 就講到 拜佛當然 祖師呢 提到 啊 這個 一些 所謂的地方 就是 首先呢 當然就是 啊 祖師講到 拜佛有十種禮法 好 我挑 三個 比較重要的地方 那麼 禮拜法呢 跟大家講一講 第一個就是 拱敬禮 好 就是我們剛剛也提到 就是你 嗯 禮拜的時候呢 就是 非常的自身拱敬 怎麼樣能夠 神奇 那麼 嗯 無上的這種 什麼 恭敬心的 最 其次的恭敬心呢 就是我們把 所以 辦了這個 佛像 阿彌陀佛像呢 我們就當作是 真實的 阿彌陀佛的 佛身 出現在我們眼前 那麼 我們就能夠生起 最大的一個恭敬心 嗯 這個 一般講就是 所謂的恭敬禮 其實第二個呢 就是 所謂 比較重要的禮法 就是 大悲禮 啊 這個大悲禮 就是我們 拜佛呢 那麼 我們不是 單單為了自己 得利苦得樂 自己的流生 那麼 在拜佛 我們是普遍 啊 這個 代替 法治眾生 代替我們 父母 現世 獨身的父母 代替我們現世 獨身的遠親在主 在拜佛 那麼 就指 一時的大悲禮 那麼 代替 法治眾生 一起 禮拜阿彌陀佛 禮拜四方祝佛 那麼 所以我們 每天早上再拜佛 都會跟大家提醒 一些 觀想 左右 後面 一些 這個 現世過去的 這個 流行見屬 是遠親在主 那麼 就是這個含義 我們拜佛呢 那麼 是廣泛的 普遍的 代替 那麼 這些法治眾生 那麼 禮拜阿彌陀佛 求阿彌陀佛 加持 結癮 那麼 這是 所謂的 大悲禮 第三種呢 就是所謂的無盡禮 這個無盡禮呢 這是花眼鏡的 這種 廣念 這是一般講 所謂 一為五量 五量為一的 這種 啊 這個 道理 你能夠觀想 我 只有單單一個人 那麼 所禮拜的阿彌陀佛 也有一尊之 單單一尊阿彌陀佛 那麼 你就觀想呢 啊 這個 這個 一身腹腺 差成身 我們這個 社神呢 那麼 這個 觀想 分身 啊 這個 遍十方世界 因為阿彌陀佛呢 化身呢 也在十方世界度眾生 那麼 所謂的 光中化佛無數義 那麼 化菩薩中義無變 那麼 我們願意 啊 觀想 我們的 這個 分身在十方世界 那麼 去禮拜十方世界的阿彌陀佛 那麼 所謂一身腹腺超成身 一片的阿彌陀佛如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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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無盡禮 的當下呢 啊 我們 那麼 每一個分身的 當下呢 又是代替法座眾生 在 禁十方諸佛 那麼 無盡禮當中 又有大悲禮 那麼 代替法座眾生 在禮定阿彌陀佛 禮定十方諸佛 的當下呢 那麼 內心又是製成拱敬 那麼 這個 沒有高馬心 沒有謙卑心 那麼 完全就是製成拱敬心 那麼 製成的 在禮拜阿彌陀佛 那麼 這個呢 啊 就是 就是 比較重要的這個 禮拜 仿飾 以及觀想法耶 至禮盡 祝福 其實 第二個 願望呢 就是 稱讚如來 這個稱讚如來 這個 阿彌陀佛 禮戒祖佛之外 就是乘战如来 因為這苦夜 讚嘆阿彌陀佛 讚嘆阿彌陀佛 我一般講 我們早課念的讚佛祭 就是一個讚嘆的方式 用這個祭祀來讚嘆阿彌陀佛 最直接的就是 我們承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然後 六字的阿彌陀佛 或四字的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同樣就是 一種讚嘆阿彌陀佛的 一種方式 第三個願望 叫做廣修供樣 廣修供樣 一般講 這家裡有的道場 早上供一杯水 供一支香 供個水果 供個鮮花 種種的消化燈圖 事項上這些的供樣 乃至床方寶蓋 來供樣 就四項上的 那麼四項上的 那麼 這個 有需要 那麼再者呢 華文君跟我們講呢 諸供樣中法供樣 所謂如修修行供樣 禮益眾生供樣 實施眾生供樣 待眾生苦供樣 勤修善根供樣 不是菩薩業供樣 不是菩提心供樣 那麼 最重要就是這個法官 最重要就是 盧梭修修行 我們就依著進途的經典 那麼 依著阿彌陀進 這邊打佛去 那麼 那些神仙發願 念阿彌陀的名號 那麼也依教奉行 那如修修行 這個呢 就是法供樣 也就是對阿彌陀佛最好的供樣 第四個願望就是 懺悔業障 我們早上每天 就唸那個菩提佛這個懺悔劫 那麼 所以 為幾十四十六月 其實無數坦誠之,從神於一之中生 一切罪障皆懺悔 而且魔法中心的异章特别重 就是每天菜肥 四十颗菜肥 拜菜啊 拜阿弥陀佛 拜光药 都非常需要 那么 这个菜肥 那么 这个 的方式呢 当然我们拜八十八佛 大菜肥文 拜大贝菜 拜地藏菜 拜华花菜 那么 这些都非常好 那么我们这些夫妻呢 那么就是 能够拜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那么 想着阿弥陀佛 义佛念佛拜佛 就是最好的参悔法 那么 念一世阿弥陀佛 灭我们八十一节的生世重罪 所以 福气到我现在呢 第六天呢 那么 这个 念了无数的佛的名号 无数的阿弥陀佛的名号 灭了无数生 灭了无量级的生世重罪 灭了无数的阿弥陀佛 当然忏悔了 那么 这个 精灵跟我们讲 就是最终你要能够有一种理观了 观察我们过去造的罪业 也是以一念的无名妄动 那么一念的无名妄动 也是原生无性的 造的罪业 罪业的体系也是原生无性的 那么 这个过去的烦恼 无虚无自信 尊业无自信 能够有这样子的无神观 来忏悔 那是最好的 第五个愿望呢 就是随喜功德 这个随喜功德呢 真的破除我们内心的 这个 嫉妒的 这种烦恼了 嫉妒障 这个随喜功德 也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本身 还没成就的功德呢 看到众生成就的 众生在拜佛 念佛 在诵经 在修计定位 在放生 在利益众生 在做慈善呢 我们做不到 我们心生随喜 那么随喜当下就有功德 所以叫做随喜功德 所以这个华文经里面 也讲到这个随喜的一个例子 说呢 这时候华文经提到 过去有一个菩萨 能够用种种的衣服 饮食 华聚汤药种种的七宝 来自七宝去布施 给四百万亿阿参齐的这些众生 这等于是广修布施 那么布施完之后呢 再用佛法训导这些众生 那使命当下都成就四国的阿罗汉 成就圣道 那么这个功德又更出现 更不得了了 在这里 佛法经上提到说呢 这个菩萨做那么大的功德呢 布鲁一位能够 那么这个 布鲁一位能够 这个第五十个随喜法华经功德的人 也就是从 最初有一个人去听法华经之后 从法华经的法会现场离开 那么再转转 那么讲给第二个人 那么第一个人新生随喜 那么第五十个人新生随喜功德了 都超过这个广秀布施的这些菩萨 那么当然这个 我们在念佛当中呢 我也随喜大家呢 能够发心来参加夫妻 来这边依佛念佛拜佛 那么我也是新生随喜 那么我们也随喜阿弥陀佛成就的功德 阿弥陀佛因地 这个发誓霸大愿 难行苦行 那么积极之娘 成就菩提 那么成就一个极乐净土 我们也随喜 那么也随喜阿弥陀佛 在十方世界广度东征 我们内心也随喜 好 其实今天跟你讲到五个月了 这个接着我们一样念念佛 这位万元放下 一念提起 念颂天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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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